Hello, 大家好 之前有人問如何作前奏 我今天會講前奏 其實很多歌曲都應該有前奏 不過有時候, 譬如你剛想彈一個崇拜 你彈一首詩歌 如果詩歌本身有前奏的譜就最好 但有時候的簡譜很簡單 可能真的沒有前奏的譜 你可能要作前奏給他 又或者有些歌曲可能他的前奏很長 你未必是想用完的 你又想改一下他的 所以你也有機會要作前奏 當然有些人彈前奏就會這樣的 可能會彈一首歌的最後一句 當作前奏也可以 但如果是這樣, 這條片就不需要看 你這個方法也可以 但我覺得不如試試學多一些方法 令到你的音樂更加豐富吧 如果大家看完這條片 如果覺得適合看的話 麻煩給我一個讚給我 還有可以分享給其他人 講到前奏 我也是鼓勵大家 學一些曲的曲線 用這些曲線去作前奏 就可以很簡單 譬如我上個星期日 在一個崇拜裡面 有一首詩歌我彈的 這首歌呢 我覺得前奏簡單單 只有四個chord 但也蠻好用的 還有我現在也有不少歌 是用這些四個chord 我們不如先聽一聽吧 然後就開始唱了 這四個chord 哪四個chord呢 我們要學一下 一 是G major 這個是一 然後是三 然後是四 然後是 minor G major 然後是G B minor C C minor 最後變成miler 好像有餘味盡的感覺 唱下去就對了 不如我試用這四個chord 彈一個前奏 然後又拼一首C歌出來 看看大家覺得如何 C minor 一首詩歌 一首我忘記了歌名,是一首比較新的歌 當然有人會說,彈什麼音好呢? 其實關於即興,有時候不一定要彈很多音 最初都是由小一點的音開始 只要一個音好聽,一個音都可以好聽 嘩,我這個前奏,剛才這四個小節 我的右手都是只有一個掃音 這樣都可以的 所以不用給那麼大力,要自己作一些很漂亮的旋律 其實前奏有時候簡簡單單就可以了 旋律漂亮是那首歌要本身漂亮 就不是要你的前奏要作到它怎麼漂亮 當然啦,當你能夠掌握這些音 或是chord彈得很熟,拍子沒有彈到的時候 你再慢慢作得豐富一點 再作多一點音下去 除了這套chord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chord progression很適合用 那我介紹一個,就是 我用g major來例 g 接著試一下,c on g 即是一和弦 這個4c 即是四和弦的2nd inversion 我們聽一下效果如何 這兩個chord G和弦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呢,因為只有兩個chord 其實你可以不斷loop的 你不需要只有四個小節 譬如,領事會在這個時候講一些東西 譬如,祈禱 你又不知道他會有多長 可能他會有多長 可能他會有很長 有時候會側傾的時候 你彈一個無限repeat 無限loop的前奏 就安全很多了 除了這兩套chord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好介紹 記不記得我有一條片 就講4536251 不知道大家熟不熟 那條片的chord 其實是一個在副歌 是很常用的chord 以下這個例子 我又駁到一首歌裡面 看看大家覺得如何 你剛才聽到的 就駁到愛事不保留 有一點要留意一下 愛事不保留 有一段是用了4536251 即是說 如果你不想用回 愛事不保留的旋律 去創作前奏 因為這樣創作前奏 好像有點 有些扣歧了一點 好像比較麻煩一點 你可以用chord去作 即是說 你可以用你本身那首歌裡面 一套你覺得很不錯 或者你自己很喜歡 很熟的chord 你用他的chord 去自己作前奏 如果你這樣做前奏的話 即是你那個chord 是來自本身那首歌裡面的chord 你得出來的感覺 或者風格 就不會跟那首歌 好像無尼拉加一樣 比較配合一點 所以也是有好處的 那今天簡單的分享 就到這裡了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留言給我 那我就試試在下一條片 跟大家解答 好 下次再見 再繼續跟大家分享音樂 拜拜 謝謝 謝謝 謝謝